嘿宝贝 来了 月亮不睡你不睡 你是秃头小宝贝 过年在家全天月亮不睡你不睡是吧 到处说爱笑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熬夜又爱笑 你得到的 只有秃头 和你眼部周纹 一个都不会少 作为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美发 和半个美妆博主 今年二十年 今年十八岁的我 那可是未雨绸毛 这是我测评过的保障 OLED超A眼霜 大家都知道OLED是大品牌 口碑是杠杠的 这个超A眼霜里面有A唇Pro科技 挺温和的呵护你的眼睛哦 我可是现今看了淡花眼部五大可见闻的真人实验 它采用了液态微囊科技 可以保持产品活性稳定 它的质地也完全不厚种 清爽无压力 现在有优惠活动 大家赶紧去占便宜的事 大家一定不能错过 OLED女生好脑 做一个爱笑又爱熬夜的女生 你可要记得保护我方贝尔 不要眼不细闻 你get了吗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 自制卸妆水 样子的话 一年不是剩下了一个意 我们就不用洗发水了 我觉得洗发水上脸不太好 我们就用我们常备的洗面奶 挖一点椰子油进去 加入热水融化这个椰子油 奶香奶香的 特别好闻 你脸都不刺眼睛 感觉还蛮舒服的 哇 卸得超干净 我的妈呀 而且你根本不怕它对你皮肤造成敏感 因为椰子油是非常纯天然的东西 外面卸妆水多贵啊 这种纯天然的卸妆水 又省钱又环保又不伤皮肤 我们再试试它其他的清洁理 这是睫毛膏 这是眼线笔 这期间完全没有减肥过 只需要三秒 这卸妆力我真的服了 你做这件只要两块钱 算大花了算大花了 可可真的是 找到三斤 自制卸妆水你get了吗 天然人容易犯错 屋顶会搞祸 现在茶杯都可以自制了 那我以后不用他钱买茶杯呢 做做看 拿一个矿泉水瓶把它的水喝光 好奔 然后把它从中间剪开 你想要杯子深一点就剪高 杯子前一点就剪矮一点 大概这个位置 这矿泉水的头已经被我剪下来了 我这个手瓶有一曲平空之妙 用棒来信他说我们热龙将补上它 然后粘在这个杯子上 然后杯子做好了 装饮料喝喝看 那么满一大杯 他都没有掉 他都没有承受不住这边脱落 这个茶杯有一种夏天的味道 制作也非常的方便 成本就是一个废致的饮料品 四捨五入就是不要钱做一个杯子了 我还有一箱矿泉水 到一起有很多面这个杯子了 真的不错 又方便又节约又环保 废物再利用 我们一定要做个环保的好孩子 这是环保茶杯 你干什么吗 前天贝儿小多发了一条做蛋糕的视频 小爆了一下 然后我的手动打蛋吃火了 我也是没有想到 很多人问我要这个教程 给你 买不起电动打蛋器 买不起手动打蛋器的人 只能自制打蛋器 首先你需要准备一瓶矿泉水 有点奔奔的 剪开它 可以剪成这个猫样之后 我买到三角形的方式给它剪一些缺口 剪成这样针扎型的就可以了 拿半根筷子 拿出热龙胶 胡在这上面 当一个手动便携的打蛋器就做好了 打一颗鸡蛋 蛋黄蛋清分离 它可以很均匀的打到这个鸡蛋 可以解压 突件层过来 看到没有已经打成功了 蛋白已经可以立在碗壁上面不掉下来了 在家里想做甜品的时候没有打蛋器 你就可以做自制打蛋器 又不需要钱 后四一集废物利用 自制打蛋器 你再得了吗